邱彥翔變身總教頭 傳授十二字口訣必備操 大家好 我是邱彥翔 你們都叫我 先生 不過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是誰 但是我今天不是來教做體操的人 不好意思 我今天還是要來教大家做體操 科技至新月異 十幾年前手機可以玩看是什麼 就已經炫到幾天 不過現在坐捷運 如果手上沒有的東西這樣跟 好像就會炫 現在的運業更是先進 觸碰原本都真的幾乎可以 不過少了花束 像怪怪的 各位觀眾朋友 一點都不用擔心 只要記得今天的五十二字口訣 任何電腦都可以 功武武特 第一招 觸控四邊 右邊叫做最常用工具列 左邊切換開啟中的應用程式 下方交出應用程式工具列 上面關閉正在使用中的工具程式 而且啊看到喜歡的網頁 或是skydrive上面的檔案 直接在常用工具列上 點下分享按鈕 就能迅速分享給朋友囉 第二招 滑鼠四角 右上角 右下角 開啟常用工具列 左上角 切換所有已開始的應用程式 左下角 切換開始畫面 及上一個應用程式 是不是很簡單 告訴你還有更簡單的第三招 第三招 右鍵無敵 找不到滿足你需求的功能嗎 按下滑鼠右鍵 就可以叫出 運用程式工具列 馬上就來普及一下 觸控四邊 觸控四邊 發出四角 發出四角 右鍵無敵 右鍵無敵 現在上Windows Store 有超多款日本的ATP 讓你隨時下載喔 最後再告訴大家一個小訣竅 按下桌面的電影 就一秒回到桌面囉 嘿嘿 真的是太神奇了啦 快跟我一起上網 瞭解更多 Windows Day的必備絕技吧 動行銷 唉唷 真的很簡單啦 報導